冬天就是栽种裸根乐器的好时间 但是因为这半时间 快递行业出现困难 现在大家都扬了 快递也扬了 所以有的话又买了这个裸根乐器 可能拿不到手上 但如果有的话 已经拿到手上的这种裸根乐器 我们在栽种的时候 根你可以剪可以不剪 并不是一定要剪的 剪了主要的作用 就是为了刺激它的新根生成 那你不剪了 它也能生成新根 只是说它可能没有那个生根的这么好 但如果你的 平土配置非常的好 没有问题 养护没有问题的话 它也会长得非常的好 剪根不是遍延的操作 但是剪枝条却是遍延的操作 为什么我们收到手以后 这个枝条我们建议大家给它重剪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如果我们这里的枝条不剪 像这样我整株把它栽动上去 它顶端的枝条容易干枯容易往下发黑 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休眠的 它的根系不吸收营养 水分吸收也是基本上停止的 所以顶端的枝条供应 基本上是没有的 这些顶端的枝条它就容易干枯 如果说你不去剪的话 第二年春天它长出来 它会在这个枝条的基础上继续长芽 这个枝条再去长一节枝条出来的话 它就会非常的高 冬天在栽种裸根苗的时候 枝条一定要给它剪掉 这些枝条你留着没有用 你剪掉以后明年春天 它从下面这些地方 重新扎出一些新芽点来 到时候它长得比这些枝条长得还要高 还要快 还要好 所以说这些枝条大家要舍得下手 冬天栽种裸根你就要重检 枝条不能留太长的 所以大家不要再要求说 发整个枝条给你了 如果其他季节的话 我们肯定不会给你重检的 但冬天的话 重检是最合适的 这样它还容易成活 春天的时候还容易发芽 长得还更好 所以说大家栽种裸根苗 要记得给它重检一下 希望我们今天讲这点对大家有帮助